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呢听起来比较简单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有用 大家最好去好好理解一下 说不定你要是在读研究生或者是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做研究 说不定你可以想想到比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 adam data啊rm++或者adam更好的一种新的算法出来 并且你可能只需要做一点点改变 也会产生一个很好的效果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请注意我们在周三就要开始我们新的一个第一次的项目 请大家要好好做项目 把前面我们学到的支持CNN啊LSTM呢 结合起来的一个项目 好好地理解 然后争取把这个项目做好 第一个项目呢可能是让大家觉得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第一次做嘛 而且没有什么经验对吧 以后会好 大家如果遇到问题呢 可以多向我们的那个助教老师 请教他也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朋友 我看一下叫Cookie的人的问题 T2下降是为了加快训练速度吗 K20中是设置Optimizer后自动调用的吗 T2下降法是为了让你的损失函数 就是为了调整你的网络的全值嘛 或者是卷积的那卷积盒的全值 让你的那个损失函数的值变小 这样的话使使得你能够打到训练这个网络 打到有点好多网络的效果吧 那我今天给大家讲呢 说T2下降法有很多不同的变种 比如说像什么Adam呢 后面讲一些带moment的东西啊 加这些东西呢 是为了让原来传统的T2下降法变快 这些呢算法算是T2下降法的一些变种 对这些新的T2下降法是为了加快原来老的T2下降法的训练速度 然后关于Keras说我们Keras里面我们有没有 我们好像没有提到Optimizer制动调用这种比如说不长的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Keras里面有没有啊 我们来到Optimizer这个栏目里面 你看Optimizer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有SGG对不对 SGG就是随机梯度下降法 随机梯度下降法呢 它为什么我们平时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你可能在调用的时候就只调用了SGG 然后呢 你就没有注意到说你没有传这个比如说不长或者叫Learning Rate 对吧 你没有射过这些值 那是因为他把这些值都有默认值了 你没有射嘛 你就相当于用了一个默认值 还要包括这里 你想不想用MessTrop 它默认是Force 你如果想用的话 你要主动设置这个为True 包括像今天讲的RMSProp 这个东西也是有自己的Learning Rate 对吧 也是有Row 也是有Epsilon 还有DK这些值 你可以只用RMplus 你不需要填这些 它就用默认的 如果你需要调整的话 你需要写 包括AdamGrade 对不对 也是有Learning Rate Epsilon DK 包括AdamDelta 也是有的呀 Adam Adam也是有的 对吧 我们就强调的图里面有Beta1 Beta2 对不对 就是对应于 对应于这里的Beta1 Beta2 所以说Keras里面也是有的 只是说你平时你自己没有设置 你是可以设的 你看Beta1的 它默认得0.0.9 Beta2默认得0.999 就跟我这里写的一样 其实你是可以调整复制的 我先回答一下另外一个问题 再回答你的 老师说可以推倒一下 为什么用梯度下降法 之前用方向向量和梯度的关系试过 想看看怎么证明的 推倒一下 为什么用梯度下降法 你之前用过过方向向量 方向向量 你说的方向向量就是梯度吧 这梯度下降法 我本身我没有办法给你推倒 我只能给你讲说 它的原理是怎么样子的 假设这是一个 嗯 假设这一个曲线 这个像碗一样的曲线 它 它是一个图函数 它有一个全局最有解 在我们指定的这个 虚线的这个W的位置 那么 嗯 如果 我 我不知道W 位置在最优的这个位置 对吧 如果给我这样一个 嗯 损失函数 L 是关于 W 的一个函数 我不知道这个W 在什么情况下 会拿到最优解 那我做的是 方式 我可以把 它随机 放在某个位置 比如说把W 随机放在这个位置 我假设这个位置 是我的起始位置 用梯度下降法 就是说 我先看这个 位置 这条曲线的梯度是什么 梯度其实就是 在这个位置求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求 跟 针对各个方向求边倒 如果这个W 是一个实数的话 就像你对W 直接求到 显然它的梯度 是这样一个方向 然后呢 我们就按到 这个梯度的反方向 梯度的反方向 是什么呢 梯度的反方向就是 就是 这个方向 是梯度的反方向 这个方向 去 去挪梯度 比如说 这里是梯度 就是 W1的值 我们向这个方向 向它挪 挪到W2来 然后再在W2 这个位置 求 在新的位置 求它的梯度 然后再按照它的方向 去调整 就 就会变成像左边 一样的效果 直到它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再求梯度呢 它就是水平的了 对吧 它的值为0了 0的话 就没办法再 再调整它了 因为这W 如果T 下一步 T加1 它等于WT加0 那永远就等于它自己不会更新的 你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用负梯度来找最优质 嗯 因为 嗯 为什么 附梯度 因为你想想 我们 我们是要最小化 我们 是要最小化我们的cost 我们要求me 对不对 提度是代表什么呢 提度是代表 向上最快的方向 是向上最快的方向 如果我要 不是说那个提度下降法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最速下降法 那我 提度 我就找到了最向上 最最快向上的方向了 那我 对它求负 就是 那不就相当于找到最快向下的方向吗 我只要用向最快向下的方向去调 不就是能最快的方向到达我最想要的最小的值吗 我知道你是说用图像的话理解 你想用抽象的方式怎么理解 抽象的方式就是 任何一个函数它的提度的方向 就是它这个函数增加增长最快的方向 那求负就是增长最快的反方向嘛 就是最快下降的方向了 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梯度下降 为什么要用梯度下降 而不用其他度下降 因为梯度是一个函数 向上最快的方向 梯度的反方向是它向下降最快的方向 啊 现在就理解到了 还有Cookie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在代码中是什么时候调用的 是在训练的成与成之间吗 嗯 它调用的不是在成与成之间 是吧 你反正想象 如果用抽象的方式来想象 一个函数 一个神器网络 无非就是一个关于 嗯 它LOS LOS方式嘛 无非是关于神器网络的所有的全值 我们输入的X和我们输入的正确标签Y 是关于L这个损失函数是关于WXY的一个一个函数对不对 XY是以致的X我们输入数据Y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标签 对吧 那这个W就是我们想要求的W的指示是一个看来是一个未知的在这个情况下 那这个神器网络做的事情就是对于输入的X经过网络很多很多很多层 然后呢得到一个Y hat 然后呢通过损失函数来评价这个Y和Y hat之间差语 差语相差多少 然后把这个误差向后传递 还记得我们前段时间说的吧 这误差向后传递 传递过来呢 我们是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对他对每一层进行求导 就是想把每一层 比如说Near1 那不是Loss啊 就每一层的比如W1 它的导数在向后传递的时候就把导数求出来了 W2第二层网络的参数也求出来了 W3第三层的网络的这个T度也求出来了 求出来以后呢 就要决定怎么调整它嘛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新的W2等于原来老的W2 减去一个不长乘以这一个W2的一个这样一个T度呢 那如果你这是选择SGD这个流化器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选择Admin的话 他会他会做其他的事情 他会他会将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一样 就是除了除了比如说动量的这种情况下 他还会考虑到你上一次的那个T度是多少 把上一次的T度给利用起来 这就是什么时候用 就是在你每次向前传递一遍 把所有的X通过你的网络个程 达到一个Y 然后呢再把这个Y跟你期望的Y 就是那个真正的Y做一个 做一个区别嘛 看它的误差 然后把误差反向传递 就能求T度 把T度求出来 然后就可以 可以调整了 还我觉得你应该再回去看一下 我给大家手工的方式演练那个神经网络 是如何做那个误差向后传递的 你只要看一下那个东西的话 你就应该很很能理解 这一个是怎么工作的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是课程里面 那你去看一下这个课程里面 New Network PPT里面有详细的推导 说这个嗯 我推导的时候用的是SGD的方式 然后你可以看看它是怎么怎么做的 在乘一层之间吗 还是怎样做的 还有一个朋友想问说 Bach Normalization在每层之间都用吗 比如有I乘用I减一次 这一个东西的话就像 就像其他所有的层一样 比如说Dropout 你是应该在每层都用吗 比如说卷七层你是在每层都用吗 不一定的对不对 这要看具体的情况的 现在呢没有一个公式 可以指导我们说 应该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用 还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用 还是在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用 还是在第一和第二 第二第三第三第四之间都用 或者只在全连接层之间用 或者是在卷七层之间用 这没有一个公式可以告诉我们 巴基罗我们现在什么时候用 总的来说呢 也要靠大家的经验 或者叫不同的尝试 这是为什么说神经网络 有的说是叫什么调参工程师 什么药剂师一样 就是你要去经常去尝试各种的东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去看人家已经成功的这些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一直有给大家介绍 各种经典的网络结构 你一定要熟悉 你看看他们是怎么用 别人成功的情况下是怎么用的 用在累几层的对吧 然后是是用在卷积层后面 还是全连接层后面 对不对 你看看你的问题和他要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比较相似 是这样的就是说 我们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 各种Ocmizer的算法一样 每一个人都是在前一个人的基础上 做一些改进 你也一样 你不要从头开始嘛 你去看一下别人解决跟你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用的 你在他的基础上可以做一些调整 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这是怎么使用87Normal人性的情况 而且我推荐你可以看一下 87Normal人性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呢 他也有做实验嘛 来说 诶 它是怎么弄的 然后呢 比如说 嗯 它这里倒没有写说 它具体在哪一层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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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它的实验怎么做的啊 它说它说它使用了一个很简单的网络结构 然后 输入是一个28x28像素的一个 Binary面积 就是二纸图像 就黑白图像 要么是0 要么是1 要么是1的值 那种图像 然后呢 有三个全连接的隐藏层 每一层呢 有100个节点 然后最后一个层呢 有 连了一个全连接层有10个节点 这是做一个手写字符 0到9的字符呢 一共10个类的一个网络 Crosentropy NOS 它做的实验是把8期Normalization 加到每一个隐藏层 它有三个隐藏层 它就把隐含层 就是我们一般有输入层 隐含层和输出层 它把它的8期Normalization加成它每一个 相对于每两层之间都加了 这是它做的方式 然后而且它显示 它加了还加了以后效果还不错 我现在可以把这一个 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 8期Normalization 这个是一个很 应该是现在来说算是标配的一个处理 很多现代的神经网络都会用到 我可以收一下 我以后也会给大家有专门介绍各种经典网络的时候 用哪些用的全链接绍 比如说 Inception 应该就用了 还有像什么reslet 应该也是用的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 是 看它说 在Inception with 3里面 第三个版本里面 它就有Buch Normalization 这是Google的一个 不错的整体网络结构 Buch Normalization in the Auxiliary Classifiers 我找一下Inception with 3的这一个论文 对大家 微积极 微积极出来比较早 微积极的时候可能还没用 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微积极夹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微积极出来的时候比较早 那个时候还不一定有Buch Normalization 这里就提到了说 它在它的Axenial Head里面 Buch Normalization of Man 因为Side Head的味道 这个0.4的提升 就是说这里面就用到了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 那 很高兴今天也有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周末的早上 让大家好好去吃一个丰盛的午餐吧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多谢大家